大家好,歡迎收看爆谷貧道 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說著白蓮貨 沒錯,今天我會帶大家來一間白蓮貨的首選地方 就是在我們身後,位於全溫的這間道磁和瓜子大王 對,但是為什麼我們要來瓜子大王呢? 是因為它除了有基本白蓮貨,我們要的糖果之外 其實它的瓜子是很有特色的 它有不同的種類和不同的味道 例如有這個咖啡味,味道 還有麻辣味等等 不如我們就看看負擔怎麼說,好嗎? 好,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GoGoGo 我雞鳳都知道的,我們上海陸根的瓜子大王 做了70年了 以前的上海陸根的瓜子大王 其實是我們以前的老闆來的 後面他年紀大了,想移民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我先生是以前這裏的師傅 他就覺得呢 他可以在瓜子行業能夠做了70年 已經是一個全期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叫做全期瓜子大王 我看到你們的瓜子很小不同的 其實有什麼種類分的? 對,我們有四種瓜子 有葵瓜子 有蘭瓜子 對了,還有紅瓜子 還有我們的椒皮蝦瓜子 椒皮蝦瓜子 這些是一斤瓶的 這個是五香醬油味的 這個上面有一個甜字的 就是甘草醬油味的 除了這兩種味道之外 你所知好像還有其他味 是不是有什麼咖啡味 麻辣味、芝士味 是啊,有這些 不過最受歡迎的 都是這兩種味道 除了有不同的味道之外 好像也有不同功用 其實有什麼功效呢? 其實這些西瓜子 對身體是很好 我就簡單講四種 比如第一是燒水腫 第二是保護生臟、防傳 第三是有豐富的衛生素衣 可以增強人體的抵抗力 然後第四是有子泡化痰的功效 聽完老闆娘才知道 原來瓜子也有這麼大的學問 難怪這麼多家方朋友 朋友圈導員來光顧 好,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老闆娘 不如我們也在這裡和大家拜個祖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聽完老闆娘介紹之後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 特地遠道而來 都可以來這一個 傳奇瓜子大王來辦聯課 對,原來瓜子不只有 黑瓜子和紅瓜子 還有不同的種類和功效 是啊,今天真是樣知識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還沒辦聯課 還在辦聯課的你 一定要來這一個 傳奇的瓜子大王 好了,我們今集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